本台记者陈永青报道 8月25日旧金山湾区部分地区解除了火灾警报 数千名撤离者获准回到纳帕、索诺马和索拉诺县的家中 截至26日上午 因闪电引起的火灾已经燃烧了约35万7千英亩土地 在燃烧9天之后33%的火势得到控制 当局表示将有250名国民警卫部队士兵 向索诺马、纳帕和湖县提供支援 据悉25日加州消防局在湖县增强空中铺救行动 目的是使薛尼斯大火远离市中心 在西斯堡以外的索诺马县 通过空中和地面铺救 试图阻止沃尔布里奇山火入侵索诺马湖和亚历山大河谷